农历春节不知道观众朋友是否已经准备好 要到户外走走或是回到家乡与家人们一起团聚 今年台东地区所实施的路况输印计划当中 上午在桂田喜来丹酒店所举办的记者说明会之下 将与民众传达许多相当重要与便利的交通讯息 各位乡亲大家好 我是台东经理站站长周知昌 那在春节将近的这个期间 先预祝各位乡亲 今年行大运春节的这个交通的状况 然后规划好你要旅游的这个行程跟路线 那在监旅的部分 我们特别安排相关的输印计划 那特别对玉旅到回到成功 我们有一个8181的这个顶东客运的接驳的一个路线 可以供我们乡亲来缓乡使用 在这边我们还是要呼吁我们乡亲 特别请我们乡亲在这个期间 因为人车我们这边特别关心我们乡亲 希望大家共同来勉励 那这个注意你的这个车辆状况 跟你的驾驶的状况 在经理站站长周知昌明确的说明之下 除了既有的8181路线搬车可搭乘之外 还有一系列相当优惠与便民的措施 目的就是要让所有的民众都能够享有一个 轻松愉快的佳节 端台新闻网记者郑慧如高志源在台东市的采访报导